哈喽大家好,我是凯奇 时隔390天,世界冠军候选人赛的第二阶段终于开始了 八位顶尖高手再一次汇聚俄罗斯将会争夺世界冠军挑战者的身份 那么获得冠军的棋手将在今年的11月份向世界冠军马格努斯卡尔森发起挑战 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 我们的世界冠军候选人赛的第一阶段只匆匆的下完7盘棋就结束了 那么第二阶段从8盘棋第8轮到第14轮重新的在俄罗斯举行 那么北京时间的4月19号也就是我们的第8轮的首场比赛 那么在首场比赛当中有两盘棋分出了胜负 两盘棋以合棋作为结果 那么在这个视频当中 我将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世界顶尖高手之间的较量 那么首先我相信大家肯定跟我一样 最最最关注的就是两个中国棋手之间的内战了 那么我们会看到在第8轮再一次 两个中国棋手王浩直白迎战丁丽人 因为世界冠军候选赛都有一个强制配对的原则 就是同一个国家的棋手要在第一轮和第8轮配对 所以第8轮王浩再一次迎战丁丽人 那么这盘棋王浩是直白 丁丽人直黑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盘对局是怎么下的 那么王浩呢直白棋走了兵到E4 丁丽人呢E5 马F3 马C6 白棋走了兵到D4 苏格兰开局 E吃D4 马吃D4 马F6 马吃C6 兵吃C6 白棋走了兵到E5 黑棋后一七 白棋后到E2 马D5 C4 向A6 那么这些招法呢 是苏格兰开局当中非常流行的一个下法 那么相信对于这两个棋手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 那么对局当中向A6走完之后 白棋走了B3 黑棋呢 走了G6 准备出向到G7 白棋呢 向A3 出向来打对方的后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棋走了马到B4 用自己的马来挡住A3到F8的斜线 那么白棋呢 这个时候在退向回到B2 黑棋向G7 白棋A3赶马 黑棋呢 马再回到D5 那么白棋呢 继续出马到D2 黑棋短一位 白棋长一位 那么黑棋呢 车F18 白棋走了后到F3 把后躲开这条直线 那么对局当中呢 丁丽人选择了马到B6 退马 那么因为呢 白棋的后已经离开了斜线 所以呢 现在后F3之后 威胁CD5吃马 所以白棋 下一步叫吃马了 黑棋呢 马B6 躲开 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王浩走了 马到E4 弃掉自己的E5兵 那么对局当中呢 相吃E5 丁丽人接受挑战 相吃E5 后吃E5 马F6将军 那么黑棋 王F8 白棋呢 马吃E8 那么黑棋 后到A1将军 那么王到C2 B招 对局当中 后到A2 王到C1 后吃A3 王B1 对局当中 马A4 大家可能会觉得 哇 这盘棋好激烈 好复杂 但实际上呢 这些招法呀 都是这个 非常 耳熟能详的普招 对于超一流棋手来说 尤其是下这个 苏格兰开局的 这个棋手来说 现在双方的 都是在普招 那么直到这个 第22步 丁丽人的马A4 相对来说 是一个比较新的变化 那么在这的时候 以前有人走过 车道B8 但是在后C3之后 威胁后H8 白棋呢 最后是赢得了 那盘对局 那么比如说 马C4 后H8 王E7 车E1 王D8之后 马D6 就把黑棋的王 僵死了 所以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棋 丁丽人 做了一个改进 马到A4 但是呢 依然没有脱离 布局的准备 那么对局当中 后到F6 守住B2格 守住C3格 不让对方 后B2杀王 不让对方马C3 那么对局当中 后B3 王C1 后A3 王C2 后A2 王C1 后A3 王C2 后A2 王C1 双方呢 进行了这个长江 那么最后的结果 就是一盘合棋了 那么其实啊 我们在这个世界冠军 候选人赛的第一阶段呢 实际上这个 丁丽人呢 是比分是落后的 那么 剩下的这七盘棋 每一盘棋 对他都比较关键 但是呢 在这盘棋当中 他直黑 也并没有特别多的机会 所以呢 合棋的结果 相信丁丽人也是满意的 那么作为王浩来说 赛后呢 王浩接受采访说 他到了这个俄罗斯之后 由于还有一些时差 所以呢 他在第一盘棋当中的 就选择走了一个 比较这个 呃 一个 做过研究的 这样的一个普招 他想要检检验一下 对手的这个开局的准备 如果对手开局准备得当的话 那么最后这个结果呢 一盘合棋 他也能接受 因为毕竟还是有这个 飞来飞去的这个时差 从北京 然后再到这个俄罗斯 还是有时差的 啊 那么我们 这盘棋呢 就看到了王浩和丁丽人的 一盘内战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盘对局 那么在第二盘 我们要看的对局当中呢 这个双方的棋手 是 白棋呢 是俄罗斯的棋手 聂波姆尼亚棋 对阵荷兰棋手 吉里 那么这盘对局呢 呃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聂波直白啊 吉里是黑棋 白棋呢 走了E4 黑棋C5 马F3 马C6 D4 CD 马吃第4 马F6 马C3 那么黑棋 冰到E5 那么E5走完之后呢 就是形成了 我们非常熟悉的 阿根廷便利 英文当中 我们把它叫做 史维士尼扣夫西西里 啊 那么这个开局的话 我在我的这个 微信平台和 T15平台当中 也做过 专门的主题的 开局讲解 如果大家对 这个开局感兴趣 欢迎大家 到我的平台上 去看一看 那么在E5走完之后呢 白棋 马DB5 准备把马跳到 第6去 黑棋 D6 站住这个格子 像G5 A6 马A3 B5 都是普招 那么白棋呢 选择了 马到D5的变化 黑棋 像E7 白棋 像是F6 黑棋 像是F6 白棋 C3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棋走了 G到B8 白棋 马到C2 黑棋 像G5 那么还记得 刚才我提到过 我在这个 我的微信平台和 T15平台 都有过 这个 阿根廷 课程的讲解吗 那么 在这个 阿根廷的 这个变化当中啊 白棋的这个变化 我给黑棋的 所推荐的 这个招法 也是 这个 像G5 然后GB8 这样的一个思路 所以 看来这个 吉里啊 没准是看了我的课程啊 好 那我们继续 像G5之后 白棋呢 走了冰到G3 黑棋呢 短一位 白棋 H4 威胁对方的向 向H6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棋走了A3 黑棋 A5 准备 随时这个B4 在后翼上 制造一些突破 白棋呢 后到D3 黑棋 马一骑 想要去换掉 对方的D5中心马 那么对局当中 白棋 马一三 支持自己的D5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那么黑棋 走了一步 非常关键的招法 像是一三 那么这步棋呢 非常的关键 尤其是在这个 西西里的阿根廷便利当中 因为呢 黑棋要放弃自己的双向 但是 但是好处呢 就是可以去 这个摆脱 白棋对D5格的支持 所以向是一三 那么对局当中 白棋 马是一三 哎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 为什么白棋的马 在这儿好好的要退回来吃 因为如果要是 后吃一三的话 那么 在黑棋 马D5 异地之后 再走F5 黑棋就可以获得 一个非常好的局面了 因为黑棋的这个D6兵 被白棋的这个E4兵给挡住了 这样的话 D6兵就不再是一个弱点 那么并且呢 D5格 那么应该是一个 让自己的棋子 站住的一个 一个比较好的格子 而白棋的兵在D5 不能够起到任何的作用 反而导致了黑棋 这个王毅的兵啊 E5兵和F5兵 变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所以向一三之后呢 白棋 马吃一三 对局当中 向到E6 那么白棋 车第一 威胁第六兵 黑棋车B6 保住自己的兵 向S3 那么白棋 要跟黑棋 去换向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一个思路 如果黑棋 要是换掉了的话 那么这个D5格 将会变得更加削弱 那么对局当中呢 吉里走了 向到B3 那么 向B3之后 白棋车第二 抬车后到C7 短一位 GFB8 为自己的这个B4 做准备 对局当中 车C1 车C6 向G4 H6 那么向第一 这个白棋就追着 黑棋的向来对 黑棋说 我不对向 白棋说 求求你跟我对吧 黑棋说 我不对 白棋说 再求一求你 跟我对了吧 黑棋向E6 向G4 双方在这个局面当中 三次重复 合棋了 那么 大家可能会觉得 28步就合棋了 这两个人在干嘛 那么 实际上呢 实际上 在双方啊 都对一个合棋的结果 比较满意 因为呢 这个白棋的涅波啊 他现在是 在这个比赛当中 是处于领先的地位的 前面的七盘棋呢 他是得了4.5分 那么 这盘棋合了 八盘棋5分 他还是处于这个 领先的地位 一支独秀 领先整个比赛 那么 吉里呢 他执黑棋啊 那么在高手对决当中 执黑棋 如果这个呃 往往 他们的首要任务 就是要这个不输 先不犯错啊 那么黑棋的 获得一盘合棋的结果 相信对于吉里来说 也是能够满意的啊 那么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的这个第三盘对局 第三盘对局呢 是两个俄罗斯棋手之间的这个对决 也是俄罗斯棋手之间的内战 由23岁的阿里克行科 对阵这个老将格里斯丘克 那么这两个棋手啊 在这个整个的疫情期间啊 两个人没有下过任何一盘这个线下的比赛 所以这也是390天以来 两个人第一次下呃 线下比赛啊 那么就出现一个结果 什么结果呢 两个人的手都非常都非常生 在这一盘棋当中啊 两个人一共四次出现了时间紧张的状况啊 那么这盘棋呢 也下了大概呃 七个小时左右啊 也是最长的一盘对局了 那么整个的对局一共下了74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白棋一四 黑棋一六 第四 第五 法兰西防御 哎 再一次啊 不是打广告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再一次看看我的课程 那么我在之前的 这个YouTube和B站的这个 法兰西防御开局大杀器当中 也讲过法兰西的课程啊 并且呢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有一整套课程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么 一四一六 第四第五 法兰西防御 马C3 马F6 E5 马FD7 F4 C5 马F3 马C6 向到E3 那么双方走的是这个法兰西防御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便利啊 那么这个变化呢 我直白和直黑都多次下过 那么在这盘对局当中呢 格里斯丘克选择了CD 诶 他走了CD这部招法 但是呢 我在我的这个法兰西的系列课程当中 给黑棋的推荐呢 是向到一期 一看格里斯丘克没有去看我的视频 那么这盘棋输了 活该 当然开玩笑啊 所以CD吃掉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这个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变化 CD吃掉 对局当中 马吃第四 黑棋呢 走了后到B6啊 威胁 后到B2 这个下法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呃 重要的一个下法啊 那么 呃 当然这个变化也非常非常的强制啊 我记得这个 呃 卡尔森的教练啊 那么就也是一个挪威的特级大师啊 就特别喜欢走这样的一个下法 那么后B6 对局当中呢 白棋选择了后到第二 弃掉自己的B2兵啊 那么就像是这个法兰西防御当中的独兵便利一样 哎 我怎么会提独兵便利这个名字 哦 一会儿大家会看第四盘对局 也出现了独兵便利 对局当中 后吃B2 GB1 后A3 对局当中向到B5 普招 马吃第四 向吃第四 A6 向到第七 普招 大家如果感兴趣啊 可以看一看这个 呃 其他的招法啊 我记得好像有人也走过向A4 但是向第七在这个局面当中是最最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向吃第七 向吃第七 车B3 那么当然可以直接吃B7 但是呢 白棋先把对方的后赶跑 后到一期 车吃B7 那么后到H4将军 对局当中呢 白棋走了后F2 实际上后F2这步变化呀 是比较少见的一个走法 那么走的最多的呢 是这个向到F2 退向打后 那么黑棋呢 可以后第八再回去 也会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变化 啊 那么我记得在这的时候好像也有一个合棋 向B6 比如说后H4啊之类的招法 然后如果向F2继续后第八 也有可能是一个合棋 但是向B6 后H4之后 白棋可以再走G3啊 也会有一个 呃 特别复杂的一个局面啊 这个开局当然特别特别复杂 那么对局当中后H4 白棋选择了后F2 直接换后 对局呢 后吃F2 王吃F2 啊那么现在呢 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 双方子力相等 白棋看上去更积极一些 但是呢 黑棋的双向啊 也可以和白棋这个非常积极和灵活的车进行抗衡 对局当中向一棋 白棋呢 马第一是一部新招 在这的时候最自然的招法当然是车HB1了 这部招法甚至我们可能都不需要思考 直接就可能在快棋当中直接一步棋就走出来 这步棋看上去是非常非常自然的 那么准备随时GC棋 然后G到B棋或者是GB8打将 当然黑棋也可以向B8 那么正如我说 我说 虽然黑棋的子力看上去位置比较消极 但是黑棋又拥有双向 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 足以和白棋进行抗衡 那么对局当中 白棋走了马第一 也许是想把马放到E3 以后为C4和F5做准备 对局当中向B8 马到E3 向C6打车 车到B2 退的远远的 对局当中短一位 向C5 车E8 C4 这步棋乍一看有点奇怪 因为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是拥有双向的一方 因为双向一般是喜欢开放性的局面的 那为什么白棋在这还要走C4呢 那么就是因为在C4DC之后 白棋可以考虑马吃C4 然后准备随时把马再C到D6去 D6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格子了 所以在这的时候白棋C4 那么格里斯丘克说 好你想打开中心 咱们就玩大一点 那么就给你双倍 F6 双倍 好像在玩斗地主 那么F6 黑棋就要把中心打开 那么更要活跃自己的双向 对局CD吃掉 ED吃掉 向到D6 FE 对局当中D4 现在这个局面 双方就进行了一个 兵的交换 那么黑棋的双向 带一个D4通路兵 而白棋的马相 带一个E5的通路兵 那么对局马F5 D3 对局当中王毅3贴住这个兵 向到B5 王毅4 对局当中车C8 马D4 向C4 车D1 A5 那么白棋A3 下到这的时候 对局进行了31步 但是白棋其中上所剩的时间 就只剩一分多钟了 那么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棋下的可能不够准确 在这时候 GB7应该说 我觉得如果白棋有更多的时间 应该会考虑这部更积极的招法 再把车回到 第七横线 如果你要是吃掉A2的话 那么第三兵就会被吃掉 这个A兵的话 其实不用花费一部时间走到A3去 但是双方在这的时候 时间都已经不多了 A3 G6 也是一部预防性招法 对局GB7 那么对局向F6 马F3 加固自己的E5 向G7躲开 对局当中车A7 车CB8 王到第四 这部棋实际上就是 白棋已经准备要弃子了 那么对局当中 向到B3 打车 那么 在这个局面当中 我们要注意 那么在这个王第四之后 黑棋呢 如果直接车D6的话 白棋就可以王吃C4了 那么所以呢 在这的时候 黑棋呢 先走了向到B3 打这个车 那看上去 白棋的第一车 和自己的D6向 都要被威胁 那么白棋在这 怎么办呢 白棋走了 蹦 车吃G7 弃掉自己的半子 在王G7之后 车D3 那么在赛后采访的时候 这个23岁的俄罗斯 新生代棋手 他觉得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棋至少 是稍好一些的 因为他觉得 他的子力位置 太好了 虽然少半子 但是多了一个兵 那么他觉得 在这个局面当中 他的局面更好 那么但是实际上 我的电脑并不同意 我的电脑认为 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是有优势的 那么确实是我当时 也是觉得这个局面 黑棋会更好下 在看直播的时候 对局当中 走了A4 那么马到D2 向到E6 马到E4 向到F5 那么车到E3 向到E4 交换 如果你的向 不跟对方的马交换的话 那么下一步 对方的马将会跳到C5去 我们会看到 白棋的这个子力 看星星连成一片 在这个局面当中 所以呢 向换掉 向E4 车吃E4 车F8 格里斯丘克 想让自己的车呢 发挥出作用 那么走到对方的这个背后去 那么王E3 守住F2格 G到E8 王到F4 G到A8 车到B4 对局当中GA7 王到E4 王F7 车到B6 那么双方走了很多步 车C8 向到B4 车C7 王到D5 那么白棋走得很清醒啊 因为之前 他把向放到D6 可以守住 这个A3和E5 非常的这个坚固 那么现在呢 把自己的王 走到前面去 帮助自己的这个兵 现在白棋和黑棋 最大的区别 就是 当然子力 是一个最大的区别 第二大区别就是 白棋的王 要比黑棋的王 积极的多 在残局当中啊 这个王 如果要是回来的话 将会非常厉害 G到C2 E6 王到F6 G到B7 对局当中G5 车吃H7 车吃G2 王到D6 对局当中王G6 那么车H3 冰到G4 车到E3 车吃H2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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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是一个 更好的一个思路 先不要着急 弹吃对方的兵 因为在这个车H2之后 对方正好王D7 把你的车赶走了 那么车HH8之后 白棋走了 冰到E7 那么现在的话 就是看谁的兵更牛 那么看上去白棋的兵更牛 因为还有一步就生变了 对局当中车E8 那么黑棋车E8之后 白棋向D6 车A8 向C7 对局当中车G8 那么双方在这个时候 第二十线也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那么格里斯丘克 在这个局面当中 这个连走了好几部车 明显就是 这个 有点懵了 不知道要走什么了 实际上在这个局面当中 王F5 应该说是 最好的一步招法 可以这个 帮助自己的这个兵 或者是 先来看一看 这个白棋要怎么走 比如说白棋要是 车E5将军 那么我们可以王F6再回去 然后下部准备G3 那你要是再走G13回来 我再王F5 那如果你要是向D8 想要隔断住我的这个 双车的话 我可以先把你的王将开 那么在这个王D6之后 然后呢 我可以再车E8 这个挡住你的这个一期 那么对局当中呢 他走了 车AG8 那么没有走王F5 而是走了车AG8 对局当中 车E4抓兵 那么这个A8车一离开 这个A4兵 A4兵就有危险了 王F5 GF4将军 王G5 车A4 这样的话 A4兵将会被吃掉 那么这样的话呢 白棋不是有一个 而是有两个通路兵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 黑棋就比较危险 王H4 车到E4 对局当中车A8 A4 第二个通路兵 要发挥作用 王G5 A5 车H7 王C6 车H8 那么对局当中 王D7 车H7 王C6 那么又是一盘合棋吗 当然不是 那么我们说三次重复局面 同样的局面才是合棋 那么白棋刚才两步 只是这个战略性的 走两步 加加时间 那么因为这个比赛的话 每一步棋呢 都会有这个30秒的 额外的加秒 G13 那么G18 王D7 王F6 G16 王F7 车E4 王F6 相B8 哇 这个相太恐怖了 保护住自己的E7 保护住A5 断住对方的双车 王F5 王E8 王E4 对局当中王F8 那么格里斯丘克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就认输了 因为白棋的兵 下一步 E8 挡不住了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 这盘棋也是23岁 俄罗斯小 不能说小将了 23岁好像也挺大了 23岁的特级大师 俄罗斯新生代特级大师 阿里克行科 在这个世界冠军候选人赛当中的 首盘胜利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再来看 整个比赛的 第八轮的最后一盘 第四盘棋 也是我认为最精彩的对局 如果有人看了前面的三盘对局 觉得我什么玩意儿 太无聊了 走了 那么后悔吧 你就因为第四盘 是最牛的一盘对局 我觉得这是我近期 甚至是近几年来 看的最精彩的一盘 其中的一盘对局之一 那么这盘棋呢 是谁下的呢 是谁下的呢 蹦蹦 是美国的超一流棋手 卡罗纳对阵的 法国特级大师 瓦西尔拉格拉夫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照片上三个人 左边的就是美国棋手 卡罗纳 右边的就是 MVL 那么瓦西尔拉格拉夫 中间的就是国际象棋 历史上的第十二位男子世界冠军 阿纳托里 卡尔波夫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一盘对局 是怎么下的 那么在这盘对局当中 卡罗纳直白走了 冰到E4 黑棋 C5 哦 西西里开局 马F3 D6 哦 又是一个这个西西里开局 D4 CD 马持第4 马F6 马C3 MVL会走什么呢 A6 啊 拿道尔夫 我为什么这么惊讶 不应该惊讶的 OK 全世界所有下棋的人 应该都知道 这个MVL会走 拿道尔夫 因为这个MVL最擅长的开局 就是拿道尔夫 所以他最喜欢下的也是拿道尔夫 他下的最多的 当然也是拿道尔夫 那么这个开局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开局便利 那么上到顶尖特级大师 下到刚会学期的老奶奶 怎么是老奶奶 刚会学期的小朋友 那么都会下 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开局 拿道尔夫开局 那么但是值得一说的是 MVL在2021年 已经输了两盘 拿道尔夫了 那么在之前 如果大家看了我们的 关于维堪泽的比赛的报道的时候 你可以知道 在维堪泽的比赛当中 瓦西尔拉格拉夫已经输了两盘 直黑他输了两盘 拿道尔夫了 实际上 我觉得他的开局选择 是从我的角度上来看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有问题的 因为现在等于说时隔390天 那么这个等于说 卡罗阿娜有一年的时间 去充分的做准备 而且他知道对方肯定 大概率会下拿道尔夫 那么他会有很长的时间去做准备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一盘棋可以说是金字般一般的赢棋 因为下这盘棋之前 瓦西尔拉格拉夫直黑的棋手是4.5分 卡罗阿娜是3.5分 这盘棋就非常非常的关键 所以卡罗阿娜必须要赢 才能够追上第一集团 那么在这盘棋当中 瓦西尔拉格拉夫 还是选择了这个拿道尔夫 那么白棋很明显是有备而来 而且对方可以有390天的时间去准备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开局当中 虽然这个MVL可能对自己的开局研究 非常极度的自信 但是我还是始终觉得 现代国际象棋 你不应该死下一路开局 因为你死下一路开局的话 太容易被预测了 那么现在的世界冠军 这个卡尔森 你可以看到他的开局层次不穷 各种各样的创新和新意 就是让对方没办法提前 用电脑去做大量的研究和准备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这个MVL的话 我觉得他的这个开局选择 是这个错误的 虽然他在这盘棋当中 已经发挥的很好了 但是这个面对着一个开局新招 他的压力太大 那我们继续来看 A6走完之后 向道G5 兵道E6 F4 后B6 那么 独兵便利 那么这是西西里开局当中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局 那么是由前世纪冠军 卡斯帕罗夫 这个非常喜欢的一个下法 包括菲尔和斯巴斯基的对抗赛 也是经常在这个独兵便利当中 进行论点式的较量 那么对局当中 后到第二 弃兵 后吃B2 车B1 那么后到A3 白棋选择了E5 E5是最近这些年最流行的一个下法 除了E5之外 白棋比较古典的下法 是兵道F5 那么无论是E5还是F5 都是非常合理的招法 为什么 因为白棋弃掉了一个兵 但是你会看到白棋出子很快 黑棋吃掉了一个兵 但是黑棋出子超级慢 而且黑棋的后又远离棋盘的主战场 那么如果你出子快的话 你就要打开局面 炸开局面 打开中心进攻对方的王 所以E5和F5这两部招法 都是要跟对方进行兵的交换的招法 所以这一类的招法 换兵打开局面的招法是非常好的 那么对局当中 兵到E5 H6也是普招 向H4 D1 F1 马到D7 对局当中 马E4也是普招 那么这个变化超级的复杂 如果我们要是想要把这部 这个开局 每一部棋都拆明白 研究明白 至少要需要 我不知道 那可能连续24个小时 甚至要需要一个月 这么长时间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感兴趣 大家可以自己查一下 后吃A2 再一次白棋弃兵 黑棋吃掉 G到D1 后到D5 后到E3 后吃E5 那么白棋呢 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 少了三个兵 但是别惊讶 都是普招 那么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 只要你有一台电脑 只要你的电脑 能够连接数据库 那么你就会知道 全都是普招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棋呢 走了 冰到C3 白棋走了 冰到C3 这一部招法呢 实际上是相对 比较少见的一部招法 那么实际上 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棋走的最多的呢 是向到E2 那么出向 很自然 准备车到F1 或者是短一位 那么黑棋 接下来的变化呢 是向到C5 然后白棋呢 是这个 呃 向到G3 然后来这个 威胁对方的后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下法 那么 但是呢 在这盘棋当中 白棋呢 C3 相信这部棋呢 就是这个 卡罗阿娜 390天的功力 那么他 390天啊 可能有 当然不可能 全天都在准备啊 但是这个棋呢 绝对是他的一部准备 但是 这部棋 不是一部新招 如果你有一台电脑的话 如果你可以连接数据库的话 你会发现啊 你的电脑里面会显示 C3这部棋 还是有40多盘棋的啊 还是有40多盘棋 曾经下过的 那么白棋呢 在这的时候 走了C3 那么下到这啊 白棋 卡罗阿娜 可以说就是 骆子如飞啊 他下这些招法 甚至比我下1加0 还要走得快啊 那么对局当中 C3 那么黑棋 走了 向到C5 还是一样啊 出动自己的向 那么向到G3 后到D5 然后在这的时候 白棋走什么呢 蹦 向到C4 白棋 白送一向 不是白送一向 白棋 气掉了自己的一个向 那么直接向C4 气向 那么这部招法 可以说就是 卡罗阿娜的这个家庭研究 但是这部招法呢 并不是这个卡罗阿娜 最先想出来的 而是呢 他的 而是他的助手 他的助手在哪去了 我好像没放那张照片 好吧 他的助手啊 那么也就是这个 前世锦赛冠军啊 那么哈萨克斯坦的棋手 卡西姆德扎诺夫啊 那么给他这个提供的建议 实际上呢 之前啊 这个在 又一次在维堪德比赛当中啊 他们就想要走这个开局 但是呢 后来他们觉得 哎呀 这部棋太好了 还是留在更重要的世界冠军 候选人赛当中在走啊 那么这一次就是大家看到的了 向C4啊 那么在弃掉了三个兵之后 白棋再弃一个向向C4 对局当中 后持C4 向到第6啊 那么现在呢 白棋是少了 一共六 少了六分啊 一个向和三个兵 但是呢 我们会看到 白棋的这个进攻啊 是非常的猛烈的 向到第6 那么黑棋在这个局面不能向持 因为有马第6直接抽后了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走什么呢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应该走什么呢 那么 呃 法国棋手瓦歇尔拉格拉夫 不愧是纳道尔夫顶尖的专家 在这个局面当中 他找到了黑棋最好的方案啊 那么在这时候 马到F6 那么赛后呢 这个呃 卡罗阿娜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说当他看到棋盘上 呃 那么MVL也就是瓦歇尔拉格拉夫走出马F6之后 他是特别的 他有一点frustrated 他是有一点失望的啊 因为呢 这步棋呢 是他最不想看到的一步招法啊 那么也就是说 虽然临场 这个呃 瓦歇尔拉格拉夫面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 但是还是找到了最强的一步迎招 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那么 向第4看上去也是 相对更加人类的招法 但是在向第4之后呢 白棋可以简单车吃第4啊 那么把对方的这个后给赶开啊 比如说后B3之后 我们后G3 再去攻击这个G7兵啊 那么将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进攻 比如说你要是将军想要偷吃我们的H1车 在王F2后H1之后 那么后吃G7 准备吃对方的车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你的这个车就被抓死了啊 如果你要是走马F8的话 马F6将军 王D8 向B8 向D7 后H8之后 那么白棋的进攻将会非常的厉害啊 那么所以呢 向第4啊 这部招法呢 是这个卡罗娜纳重点研究的一部招法 但是对局当中 马F6 非常的好 那么黑棋呢 弃环自己的C5向 然后呢 想要缓解一下自己局面的压力 对局当中 马吃C5 马D5 后翼5 G8 又是一部非常高难度的招法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一般情况下来说 我们是不愿意用车这么消极的去保护这个兵的 但是在这个局面当中 你必须要这么做啊 或者说你只能这么做啊 那么只有这样才能够继续的这个 呃 让黑棋的局面存活下去啊 比如说现在 如果你要是贪吃 后吃C3的话 那么白棋往F2躲开 你吃完C3之后 反而只是帮助白棋来开这个C线 那么举个例子 如果你再走这个GG8的话 保证的话 那我们GH1 马上这个进攻就很厉害 因为王已经到了F2了 这个车可以加入到战斗当中 我们会看到啊 白棋的这个进攻非常的厉害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对局当中的走法 GG8好奇 对局当中马吃E6 那么卡罗娜弃子 敲开对方的王城 F1马E6 后吃C3啊 强制对后 后吃C3 马吃C3 马C7 王F7 那么黑棋呢 遵循了一个原则 就是如果你多子的话 对方攻你王的话 你可以弃还一些子力 缓解自己局面的压力 那么现在呢 黑棋呢 通过弃还子力 强制的换掉了后 但是这个局面还是非常的复杂 在王F7之后 对局当中GD3抓马 那么在这的时候呢 这个MVL气环 气子上瘾了 他走了 马到一丝 这部招法呢 实际上不是最好的招法 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应该不要再气环了 因为再气环的话 就导致自己的这个局面 丧失了任何的这个 赢棋的机会了 比较好的招法呢 应该是GA7 在这个局面当中 应该说 双方还是很复杂的 白棋 现在少两个兵啊 但是在这个残局当中 黑棋的王还是不太好 比如说白棋 短一位 直接一位 就可以去将军 那么在这个 王继六之后 那我们还可以 这个 比如说 吃掉C3 那么 黑棋呢 虽然多两个兵 但是这两个兵 距离生变根太远了 而白棋的双车和马相 还可以配合去进攻 对方的王 所以这个局面呢 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 那么对局当中呢 黑棋呢 就气掉了自己的A8 他走了马一四 对局 短一位将军 王到G6 马吃A8 那么现在的话呢 白棋多了半子 但是少了两个兵 但是这两个兵呢 还是太低了 并不能够给白棋 带来太大的威胁 那么对局 马C6 马到B6 威胁 换掉对方的这个C8向 对局当中 车D8 马C8 车吃C8 向到A3 那么对局当中 在这个局面 虽然黑棋多了两个兵 再一次 这两个兵 距离是面格太远 而且两匹马 实际上没有据点 那么他没有其他的兵啊 比如说 如果有个兵在F5 这个H6兵在F5 可以支持自己的 这个E4的马 那就好很多 但是呢 现在的话 两匹马在中心 空空荡荡 没有据点 对局当中 GC7 守住自己的这个刺底线 那么GF4 抓马 马到F6 向到B2 威胁 打掉对方的F6 马到E7 那么向F6 好骑 破坏对方的兵型 GF H4 好骑 要给对方制造一些威胁 那么准备呢 G4 然后H5 那么非常的厉害 对局当中 H5 GG3将军 王F7 GG5 威胁对方的H5 车C1 王H2 马G6 车F2 马吃H4 车吃H5 马到G6 对局当中 车H7 王到E6 车到B7 对局当中 马E5 车B6 马C 车C6 车吃 马吃 那么现在 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 就形成了一个 这个白旗多半子 但少一个兵的局面 但是呢 值得注意的就是 A6兵早晚都会被白旗给抓死 那么这个A6兵肯定是要被白旗的车吃掉的 那么现在吃掉之后将会形成一个六子残局 那么实际上现在这个局面就是一个七子残局 那么根据这个数据库 那么就是六子或者说七子残局库 现在已经这个只要是棋盘出现七个棋子 基本上都是有最终答案的 就是任何的局面 如果棋盘上只剩下七个棋子的话 那么这个就会知道结果 那么因为呢 有这种非常强的这种电脑 这个残局库可以把这种 我不知道这个都是天文数字了 几百亿的这个局面都已经算得很清楚了 所以七子残局的话 那么基本上结果都是确定的了 就是都会有一方就是知道 圣和还是富 都是这个知道的了 那么但是八子残局现在还没有 那么根据残局库呢 这个局面应该是一个和棋 但是作为人类来说 想要守核这样的一个局面 还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那么我在这一盘棋的时候 在看直播 那么我看的是这个世界冠军卡尔森的这个直播的讲解 他在这个看这个直播的时候 他也是说 这个残局库说这个棋能和 但是摆来摆去 他也摆的好像有点不太清楚 确实这个局面已经超出了超纲了 这个局面太难了 对于人类棋手来说 对局当中王G3 先上王 王F7 黑棋要把王的放到G6 对局GC2 马B4 GD2 马C6 王F4 王G6 GD6 那么这个A6兵早晚都死 所以双方都没有花更多时间在这个兵上 因为这个兵早晚要被吃死 马E5 车吃A6 那么对局当中 马F7 黑棋寄希望于建造一个堡垒 让白棋没办法突破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那么当时我看卡尔森的直播 他是说白棋 这个王实际上最想放到的是F5格 那么所以黑棋的马要放到H6去 这样的话挡住白棋 不让白棋的王以后走到F5 那么将会是一个合棋 那么即使对方王这么绕过来的话 也不是特别的好赢 而且要注意的是 白棋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 就是这个兵在G2 如果兵在G4 你要是贸然冲一步兵 想要 我随时要G5 我要这个牵制迎棋了 但是实际上G4一走就合棋了 对方王G7 你要是走王的话 对方随时马H6 你会发现你的王不能离太远 因为G4兵要被吃掉 所以在这的时候 对于白棋来说 这个兵千万千万不要动 而且呢 流出这个G3格以后可以用车调回来 然后把对方的王将走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 白棋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呢 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卡尔森 那么他认为 这个黑棋的马最好他放到H6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马放H6也合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白棋有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那么黑棋的马其实最好放到哪呢 最好是要放到G7 因为不但守住F5守住E6 最重要的是守住H5格 为什么我们要说H5格 注意这个格子 因为一会儿这个格子 将会发挥出非常大的作用 那么马F7 我们继续来看 王到E4 对局当中马H6 G到A5 双方绕了很久 因为白棋呢 卡罗安娜也没有第一时间 就立刻的就找到迎棋 而是先来这个试探 做一些试探的计划 马D6 王F4 那么对局当中马F5 车到D3 那么对局当中马H6 那么实际上在这的时候 马G7是最好的招法 那么回到这个G7格 把这个F5 H5 E6格全都给控制住 那么这个局面应该说是一个合棋 对局当中马H6 车G3 好棋 将军 王到F7 对局当中 王到E4 马到G8 王到F5 马到E7 王到F4 马到D5 王到G4 好棋 下一步 王到H5了 那么王最终到H5 就是一个迎棋的局面 对局当中 王G6 不让王H5 那么 王F3将军 王F7 王E4 马E7 对局当中 王F4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是一个 三角等王 那么是一个三角等招 这个残局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对局当中 马D5 王F5 对局当中 这个 马到E7 那么 黑棋呢 马E7之后 白棋 王到E4 马G8 G到H3 王到G6 G到A3 王到F7 王到F4 马到H6 G到G3 马到G8 双方绕了好久 终于 王到G4 现在来了 王H5要赢了 这个局面 已经要赢棋了 那么 白棋的王 终于要钻到 对方的阵地当中了 那么黑棋 走了马E7 黑棋 现在如果再走 这个王到G6的话 那么就不行了 因为呢 我们将军 对方王H6 走不了 因为马会被吃掉 那么如果你在 王F7的话 我们王H5 就会变换成 我们之后要看的局面 所以王G4 非常厉害 对局当中 马E7 王H5 好棋 这个王呢 放到H5 最终是决定 赢棋的一个位置 马到D5 G到F3 王到E6 那么这儿的时候 冰到G4了 因为我们已经不再 需要这条际线了 冰到G4 控制住F5 对局当中 王E5 王G6 那么终于 这个王通过H5 贴到G6去 那么 黑棋 MVL 瓦西尔拉格拉夫 在这个局面当中就认输了 因为下一步棋的话 我们可以 G到F5将军 那么比如说 在这个局面当中 如果你要是马到F4 我们千万不要车吃 因为车吃王吃 你吃人家王继四了 我们可以王到F7 一步等招 那么现在 如果你要是王E4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GF1 再做一步等招 那么你的马如果走开的话 我们GF6砍掉 那么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就是迎起了 那如果在这的时候 你再走这个王到E5回去 我们彻底把你的王将开了 那么就是一个迎起的局面了 所以呢 最后 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 这个 我们会看到 这个王G6之后 黑棋就认输了 那么黑棋其他招法 比如说马一棋将军 也不行 因为王F7 那下步要去F6 如果你要是走F5 我们就可以走G5了 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依然就获得了胜利了 所以呢 在这盘对局当中 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盘对局 卡罗阿娜呢 这个开局准备的非常的好 而且后面的这个残局啊 走的也是非常的这个 可以说非常精准的 而对于这个MV 对于法国棋手啊 这个瓦歇尔拉格拉夫来说 这盘棋就是比较遗憾 虽然最后他开局面对着 对方这个开局新招 顶住了巨大的压力 但是在残局当中啊 这个没有能够最终守住 是比较遗憾的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冠军 候选人赛第八轮的四盘对局 那么在四盘对局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后的这个排名结果 那么你会看到呢 现在俄罗斯棋手 尼伯姆尼亚其八盘棋及五分还是名列第一啊 暂时第一 那么卡罗阿娜和这个MVL都是4.5分 那么吉里和王浩都是四分 那么俄罗斯的另外两个棋手 阿里克勤科和格里斯丘克是八盘棋3.5 丁丽人呢是八盘棋3分啊 那么最后的比赛 还有这个最终的六盘棋 那么最终鹿死谁手 我们 继续关注啊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那么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我们下一轮的这个讲解 拜拜 拜拜